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请大家就座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a seat our award ceremony is now begin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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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爱的小选手们 还有家长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下午好 再次欢迎大家 回到2019中国熊猫杯 学生演讲大赛的现场 我是来自FM105.9的Masha My name is Stephen Wa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ttending 2019 Chinese Panda Cup Student Speech Competition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热烈欢迎一下刚刚到场我们的贵宾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都伦多总领事韩涛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都伦多领事杨宝华先生 NPG MPG E 加拿大华文教育协会会长任燕红女士 华语广播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骄傲 确实是这样 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些小朋友们 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骄傲 刚才我们听到了高铁 听到了5G的芯片 不远朗 淘宝 确实是这样 这份自豪和这份热爱 是发自内心的 是在骨子里的 有的时候我们对祖国的爱 往往会萌缩到一点 比如说家乡的水 家乡会员的小桥 甚至是吃的 子龙 你最想念家乡什么吃的 我最想念家乡的羊肉 因为我来自内蒙古 是这样 妈师姐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呢 你知道我刚刚 因黑龙江电视台的邀请 录一个中秋海外华人的 一个晚会的一个视频 其中我就提到 我特别想念哈尔滨的冰雕 雪雕 还有中央大街 然后想念哈尔滨的 年豆包 都是吃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一个中国味 中国的美食 一直牵绊着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思念哈 没错 上半场的精彩表演呢 我们会选两个小选手 给我们今天的贵宾 呈现一下经典在线 接下来有请第一位小选手 是 上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位小姑娘也是来自中国的黑龙江哈尔滨 没错是我的老乡 欢迎你 大家好 很高兴能再次登上这个舞台 我是来自 北view Secondary School的学生 我叫Sophie 中文名字叫孟静灵 我的老家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我和我家乡的丁香花的故事 题目是 丁香花旁枫叶似火 我出生在哈尔滨 我是在丁香花和雪花里长大的孩子 我对祖国的记忆 从丁香花开始 冰城的春天 丁香花就带着一点点的霜和一点点的雪 悄悄的开 起先是一两层 紧接着紫的像霞 白的像雪 虫瓣的多瓣的满城的丁香花 空气是甜的 我是北方人 我的家乡有丁香花 我的血液里有着冰雪和丁香 枝繁叶茂的丁香 总是投下一大片清凉 就像浩克的哈尔滨人一样 毫不吝啬 即使到了冬天 丁香的枝感也会在雪里淡淡的透着香 我们就把糖葫芦和窗花冻在树上 丁香就开出了红色的花 打雪仗和放烟炮的时候 就要可怜了保阴苍苍的树 满身的新衣裳 又要被我们撤下来做了炮弹 于是年夜半就看不过了 就来叫我们回家了 我的家乡 那丰富的民俗人丁香花都陪着我们 我们的粮食养活了四分之一的华夏人口 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有着五千年的文化 也有崭新的起跑线 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新堪印的丝绸之路 荆棘带国家和睦文化交流 镇刻着飞天梦的石碑 和新实施的航天载人航天的启动 上青天揽明月 我是幸运的 我是祖国的孩子 为祖国而奋斗而自豪 我来到了加拿大 这里是枫叶的家乡 我又看到了丁香花 像一位朋友 又是一位师长 花香浸透着我疲惫的心灵 监督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还会祝福中家友谊第九天长 我的祖国 他是带着刚结架的伤疤走上的世界舞台 又迎着惊叹和赞美走到了今日的繁荣富强 我的祖国 为了我 为了他远方的孩子 他就是这一朵丁香花 让我自私的偷偷珍藏着他的博爱 他的慈祥和亲人心脾的芬芳 枫叶齐下 赏枫叶四伙 多元化的文明是独到的风景 祖国在爱着每一个人 我们心中都有这样一朵花 可能是丁香 可能是玉金香 亦或是玫瑰 他们告诉着我们 不忘祖国 不忘故乡 不忘故乡 谢谢 各位老师同学家长大家好 我叫Fiona McDougall 来自华铁卢红河中文学校 我还有个迷人的中文名 叫甜甜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我的中国梦 虽然我生在加拿大 长在加拿大 但是我的成长经历 却让我和中国 早早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从小就有一个美丽的中国梦 对于大多数加拿大孩子来说 中国是在地球另一端 很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 可是我却不一样 我的父母都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在我三岁时就把我送去中文学校 学习中文 爸妈常说 中文是他们在我还没有出生时 就想要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并且希望我能带着这份礼物 一直走下去 所以从小 学中文 说中文 就像呼吸一样 太正常不过了 中国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十分向往的地方 俗话说得好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为了鼓励我学中文 爸妈常常带我去中国旅行 我去过中国好多美丽的城市 北京 上海 杭州 成都 沈阳 盘景 太多了 一口气都说不完 每一次的中国之行 不仅让我中文进步神速 还让我开阔了眼界 长城 故宫 西湖 为我翻开了一夜夜 美丽灿烂的历史画卷 外滩 东方明珠 南京步行街 热闹非凡 让我流连忘返 高铁 淘宝 华为手机 哎呀这些新兴玩意儿 我都一一体验过 对了 我还迷上了一种中国的新时尚 东北话 你看 现在不管走到哪儿 大家都会说点东北话 我自然也不能落伍不适 不论是传统古朴的中国 还是现代先进的中国 用东北话说就是 哎呀妈呀 中国好东西 老鼻子了 中国贼时髦 贼霸气 贼有魅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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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